The last few month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constitution of Kingdom of Christianity. 我們一開始就是講第五章的八幅。 And we started at chapter 5, the Beatitudes. 我們現在就動到第七章,就差不多結束了。 And we are in chapter 7, on the end. 每一位投影片上受淹的新徒,都是願意進入神的國裏面的成員。 All those you believers in the video that were baptized, they are all willing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他們都能夠願意謙卑進入神的國領受這個八幅。 They are willing to humble themselves and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receive the Beatitudes. 過去的過犯罪惡能夠一筆勾銷。 All that past sins are forgiven. 他們在神的國度裏面恩信而清言。 And they became justified. 而且是跟神重新建立一個比好的關係。 And they hav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進入神的國度裏面。 And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也將在神的國度裏面能夠互相學習,行公義,好憐敏,與神同行。 And in this relationship, they learn how to walk with God and act consciously. 就按照這個晚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所講的,不再殺人,不再監獄。 Just like in Matthew chapters 5 and 6 talk about no murder, no adultery. 不再搞離婚。 不再隨便誓願。 不隨便去害人。 不隨便去害人。 甚至要愛自己的仇敵。 但是我們三番四次都說,做這些事的人是非常之不容易。 And we have said repeatedly that this is not easy to do. 因為我們的罪性仍然是不斷地趨使我們去犯罪。 Because we do still have our sinful nature that may cause us to sin. 我們靠我們的能力,我們沒有辦法去做。 By our own power, we cannot do it. 所以我們受信信了後 back to baptism and after we believe, without heart, we need to pray and read the Bible. 像剛剛我們唱那首詩歌,Living for Jesus',為主而活, 是每天都要不斷地獗集的。 Just like this song we sang earlier,Living for Jesus, we have to do that every day. 所以我们进入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不要将它分开来说 其实跟前面是很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跟其他人要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这三字本就说不要去判断人 福华的本就说不要去论断别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文有句说话 要戴眼色人 中国人说我们必须要顺忌 当我们见到一个新的关系 因为这是古文 所以没有眼颈的颈子 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戴幼色的眼颈去看人 但是我们也从小都要学习 不要被人骗 所以要戴眼色人 大家告诉我这些话是谁说的 是谁说的 是谁说的 不可论判断人是谁说的 是没有私教的 不可论判断人是谁说的 谁说的 不是那么安静的 你说的 你说的 没错 大声一点 有些圣经是将红字印出来的 凡是耶稣说的话 用红字印出来的 所以这些教育是从耶稣的 那些教育是从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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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主耶稣 你怎样可以说我们不可以判断人呢 我们要戴眼色人呢 我们要戴眼色人呢 结婚之前看清楚 结了婚之后就不要看那么清楚了 算了 已经结了婚了 所以我们要戴眼色人是要的 继续下去 不可以离婚的嘛 所以戴眼色人是要的 但是主耶稣这首语书讲的就是 那些入到来天国的那班弟兄姊妹 他们已经相信耶稣了 他们要得到拜福了 他们要行神所行的分离 但是他迈到来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通 所以不是说你不要怀怨他 而是你要认识他 而这个判断看上来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说话 但是这个判断意思就是说 你要不要用一种负面的心态去判断 这句判断看上来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意思就是 不要在鸡蛋里找骨头 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专与你挑一些毛病 因为他是主来的弟兄姊妹 他已经坐在你主教室里面 他找不到马太福音在哪里 他或是不可以找到他搜索的搜索的搜索 你就不要说他也不懂 很简单而已 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要合一 在《Act of the Apostles 2》里面讲到 unity 阿长他使徒永远都不认识 你可能会问 他为什么他也不认识 where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我们是这样对人 是他上礼拜才受证 他刚刚移民来美国 他对很多东西都不太熟 所以这个判断是用正面有爱心去判断 所以我们的判断必须要是 看清楚他需要有什么 我们可以帮到的 这是第一节 但是第二节 第二节 就是说你的标准 是从圣经的标准 神经的标准 你去行两遍 第二节 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要认识 或认识别人 使用法律的搜索 但是不是因为他是罪人 或者他是刚刚新来的 还未信耶稣 你就用一种 好像审判官去审判他 但是他不认识 他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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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用的判断标准 所以他会认识 他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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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判断 是基于 圣经 神的爱 的标准 这判断 是基于 神的爱 的标准 第三节 就说 你隐忆眼中的 默削 很多种读法 有用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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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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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就是 这些税木 收收税 这些小细 有用来识 但是你没想 你自己要谦卑一些 我们时事 都有很多 看不清楚 好像梁木一样 那么大 摆在我们的颜子 所以 有眼光 当然是好 或者有一些熟灵的亮光 或者 那些 静静 你看到这段圣经 你有一些 很好的分享 或你识 你识 识 你识 识 你 就 很琴琴 就 一两嘴 整个钟头 就给你 说完 他 他 就 坐下坐下 他主学的人 就走了 我记得我 初初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第一间教会 学会 全时间 大家都很客气 他都很充足 他最生气的就是聘教师 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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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生气的就是聘教师 聘教师 最后一讲一讲十五分 我讲了十五分 家庭聚会 茶碟就冷了 他们准备了 准备了 准备了 那些大组的人 统统不带 结果全部交给我们 他们让我们带 那时茶经小组 好像有六组 有六组 所以 到我离开之前 那一年 差不多 一个星期 又要讲主一学 又要讲道 所以 我离开 在那时 我必须教联系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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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六个茶经班 即是六茶经班 那些时间没有了 还要接送 还要接送 早一个小时 就要接送他 上了会 送他回家 那时我在奥田河 冰天雪地的时候 那三个小孩很小 还要扔他在车后面 就去他座人 那我还持续三个小孩 那他就这样 去带茶经 所以有亮光是说不好 但是往往 因为这样做 变成自己有颜色 很多都不知道 所以我慢慢 十几十年之后 就发觉 其实有很多人的亮光 可能是好过你 所以 用他们来说 往往就 哦 原来我 看不到那么多东西 就是好像那些亮目遮住了我的眼睛 所以求主就是帮助我们 求主让我们的骄傲 我们眼中的亮目 拿开 帮助我们 那我们先看清楚 对方的墓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人的尊重 那些尊重 那些尊重 这个说来说去 其实是说 一个在主内 一起来到茶经 或者一起去侍奉的时候 没错 你又记住自己的主见 但是你也要看一看 其他人的意思 这帮助我们 这帮助我们 当我们一起联系 在教堂 我们有自己的思维 但是我们需要 认为其他人的思维 所以 智慧和聪明的分界线就是在这里 因为有智慧 他懂得要自己谦卑 将眼中的亮目求主拿开 否则我们很多时候 就自以为这些是圣物 否则我们很多时候 就自以为这些是圣物 交给对方 不领情的对方 他就 怎样 他又怎样 不领你情 甚至有珍珠 他都将它 踩了来 扭回来 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学术宁的长者 就说一句说话 得回头的时候 就说 我自己傲地自用 他说 原来我所谓 是一些自以为好的东西 但对对方来说 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在互相的交往 熟灵的彼此 在交往里面 我们要好住 所以我们在戒经里面 看到什么叫圣物 什么叫珍珠 那 当我们在看这个词 我们知道 什么是 红色 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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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的重点 是摆在门道 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上 但是我们的重点 是摆在门道 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上 所以七节后面所说的 你们要祈求 祈求些什么呢 其实是求的就是 如何能够 跟对方 互相的交流 有很多时候我们 和人沟通 是会有一些 不是很顺利的事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时候 跟人沟通 不是很顺利的事 如果你有一位 很喜欢 说八卦的朋友 你怎么对他呢 如果你遇到 一个催眸求疵的老闆 你怎么对他呢 如果你遇到 一个催眸求疵的老闆 你怎么对他呢 如果你遇到 一个很厉害的老闆 你怎么对他呢 如果你遇到 一个很厉害的老闆 你怎么对他呢 如果你遇到 一个很厉害的老闆 一个沙尘白复的老闆 你怎么对他呢 如果你遇到 一个很高的老闆 你怎么对他呢 你会说 哎呀 这些人不要理他 可以吗 你可以说 我们可以直接 认识他们 他是你的朋友 他是你的老闆 他是你的老闆 他是你的爸爸 他是你的同事 他是你的同事 你怎么面对这些人 如何能够化解 彼此之间的奇见 所以我们要祈祷 求神真是开路 让我们看得见 而我们的神是 祈祷 神是祈祷 神 我们竟然进入 神的国度里面 神就会看神 神的神的神 神的神 神要求人 神在乎我们的神 神也会看得ers 神在书 神在乎ождения 神那里面 神一会看得到我们 神在书 神在书 神的神 神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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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还会看得到我们 何况是父神呢? 神将好东西给我们 路加福音11章13节就说 甚至是给圣灵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合而为的心 我们能够互相体谅 我们会谦卑将自己的良服拿走 甚至求圣灵帮我们拿走这些良服 好让人看清楚对方的墓碎 甚至去拿开对方的墓碎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神带领我们 在合适的时候将对方的旗见拿走 所以我们去圣朋友 不要那么八卦的时候 我们都要懂得说话才行 甚至我们要很小心求神练闻 当我们交货的时候 老板不会在这里 鸡蛋里滚骨头 所以这个祈祷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愈爱神是谁听我们的祈祷 因为神听我们的祈祷 特别是为那些新朋友 或者是未信的新朋友 Especially for the people that have a seeking and not believers yet 刚刚分身家入教会 刚刚新邻居 迈来我们这个茶经小组 我们应该怎么接待他们呢 我们怎样能够将 这个福分去分享给他们呢 好有神的家里面 就像刚才那个奉演的电影一样 所以有更多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导致 所以最后就是 你们要用别人怎样待你呢 你就要用同样的心态去对对方 所以最后的解经家发觉 很多哲学、很多文化 都有一些同样的怀疑 很多 Bible scholars study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they said they have similar saying in their religion 但好像孔子说过 己所不辱 或密施于人的 那那个物呢 筆呢 筆呢 都是比较负联的 己所不辱 都说 密施于人 但是甚至 但是甚至 外面的 密不信的朋友 都非常之的佩服 耶稣说这个第十二字 这句说话 甚至有很多读过圣经人 最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十二字 and many people that have read the Bible they remember the words of this particular verse 所以第十二字可以说是金科欲律 and this is that's the golden rule 而这个金科欲律 欲律里面 你要注意那个代字 是 是 keep on doing 的一个代字 and in this particular verse the word do means is an ongoing thing you keep doing it 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真的相处是很容易的 bu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not easy 特别我们教会有讲国语的 又有讲广东话的 又台山话的 and in our church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alects 潮西话 英文 什么话都有 so with so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因为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即是讲英文 叫做鬼话 它有鬼话语语 and in Hong Kong you know people just can't use English 他们说他们是翻鬼路 foreign devil 即是境外国人 所以你就跟犹太人对那些外邦人 叫做他们是狗 或者是猪 这样来到有一些奇见在里面 so in Cantonese there are some sayings that kind of derogatory to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so just like the Jewish people treated the Gentiles 所以西方的心理学家就发 有一些人格的分析给我们看 and there were some character analysis by some psychologists soziologists 因为我不想浪费大家太多时间 I'm not going to waste too much time here 但是你可以上网看看 有个叫做Bob Phillips 所写的书 you can read a book by Bob Phillips 英文叫做Dancing with Poccupines 与熊与熊 好 不给大家看 we take a look of dancing with Poccupines 他们就发展了一套人格的分析 它很简单的 所以介绍给大家看 this character study is very simple 他说人基本上就是有两种目标 一种是目标道向的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eople task oriented 另外一种就是在下面 是比较注重人際的关系 and the other type is relationship oriented 他们的沟通的方式 一种就是在左边探讨去问 and there are the communication that is some of them asked and listen 另外一种就是说的 不是听的 and the other kind is tell 所以因为方便起点 在这个图籍里面 我们看见是两种目标动向和关系 so there are two types the task oriented or the relationship oriented 他们的沟通的方式 一种是透过探讨来去沟通 and the communication is by asking 有些就不是只有他说 和你说的 but some they will ask but they will also listen 所以你看到他们两个极端在这里 so there are two extremes 那介乎在左上角的 他们叫他们分析型的人 so on the upper left corner those are the analytical 因为那些分析型的人格 他们就会目标道向 和问很多问题去找清楚资料 these are task oriented people and then they ask a lot of questions and do a lot of research 那右边那些呢 就是所谓 driver 就是目标道向 和很前度的 有他说 有他说 没有你说的 所以他要去 你就全部都跟着他 所以他叫 driver and the other one on the upper right headquarter is driver type they are very task oriented and they tell me what to do 另外一个就是 是很令人仰慕的 and the other kind is an amiable one 或者是很有亲和力的 and they are very kind 因为他会不断地问你 they ask a lot of questions 而且很关心你 因为他是关系到的 and they are very caring because they are stressed on relationship 所以他一坐下 那些人就会双向他 so when they sit down people will be attracted to them 因为他不会害你 或者指指点点 because they are kind and they don't just tell you what to do 他会比较有爱心的 和你吹涵、混乱 and they are very loving and they ask about your life 另外一种就是 很懂得说 很懂得说 但是那些关系 是很密切的 and another type the expressive type is they talk a lot but they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但是他只有一个讲词 什么都可以做 but they just talk a lot they don't do much 我们也不能够定认 哎呀 我是属于哪种 but you can't just really just place yourself in one of those quadrants 巧妙的地方 是下面的地方 the tricky part is the bottom 就是当一个人急起上来 那个个性就开始乱飞 and when someone is excited then their personality might 或者你触动一些东西 你会发火的时候 and when little things may trigger them to get angry 他就很可能从一个 很有理性分析的人 就对他 看了下来 就发大脾气 and at some point may be analyptical most of the time but may get angry 所以他们叫做 z out 就是这样来投出 and they will z out 他完全就违反了 他以前那种 很冷静分析的人 then they will give up the cool-headedness and become very expressive and even angered 因为不知道 有些什么地方 让他那条线 好像是达错的 something might have triggered that thing 或者是相反的 本来他是很关系道向的 很懂得说的 但是他忽然之间 冷逼逼 or maybe the opposite that happened something somebody that is very amiable maybe all about something become very cold 他肯定就转 转来转去 不知道转去哪 people may switch back and forth 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 很多时候 为了保持距离 就以策安全 就避而不淡 这些事 sometimes people just want to keep their relationship far apart so just to be careful 所以有些人说 当你是冷战的时候 即是有危机 so when there is a cold war there is crisis 所以人与人之间 是一神創造我们 就是要互相交流 but God created us he wants communication 但是我们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互相交流 but when we face trouble then everything will be a mess 所以圣经里面 提醒我们 这句说话 实在太老用 this verse in the Bible is very helpful to us 我们就要冷静 在神的面前学习 我们愿意人家 怎样代我们 so we have to calm ourselves and pray that and ask for how we want others to treat you 这样呢 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 去对待他们 then we treat them the same way 但是主耶稣禁决 他说 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总歌 and Jesus even said this sums up the laws and the prophets 所以我们下面有三件事 真的要学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learn 第一样就是 很随便去论断别人 the first thing is do not be supercritical or judge 因为我们看的东西 有时不是全意 because what we see is only partial 有很多时候 他们因为出了事干的时候 他们的情绪的反应 是好像我刚才写的 z 这样的软就走了 because sometimes when something happens that person may z out just like the graph that I showed you earlier 所以一个人 冲到尾上来 就会说一些 是平时不会做的事 或者说的事 so when something might have triggered them to do something that they normally would not do 所以不要一下次 就以为他就是那种人 so do not judge that person and think all that he must be like that and also we need to ask God to teach us how to teach us everyday 特别是当我们教会 真是往全福音的方向走 希望更多人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有智慧 更加要小心 and especially when we share the gospel we have to ask for wisdom 最后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神是会帮助我们的 and the third thing is we have to have faith in God that he will help us 所以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信心就是说 我相信我这个人的出现 是有神的带力 so we have to trust that everything that all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is led by God 出现在我眼前 这些人也都是有神的带力 and people that are around me but also led by God 所谓有信心就是说 神将我们摆在这个位置 跟对方交流的时候 so when you have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people 神会将我们来连结 使得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建立一个合而为一的关 then we will be united together and we will build a good relationship in the name of Christ 在这个复杂的社会 人際关系复杂的里面 我们更需要这种的信心 in a complicated society we especially need this kind of faith 因为神将我们摆在这个位置 不是随便的 because we are not just like you put here for no reason 神摆在我们是在产愿华人浸信会 是有祂的心意在里 there is a purpose that why God did you hear in this church 所以你未信 就马上要信 if you are not a believer yet you should do so soon 你信了呢 你快点入会 if you are a believer join the church 因为你加入神的家庭 一起做事是多么开心 when you join the church we can all serve together it's a joyful thing then we will be easier to find workers to do all to serve the Lord we are not just sitting here watching a show we should be all doing it together who should be a sister participat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for Christ are you who say am sure 牧师我都未能成功 我的属灵不够的 那属灵恩字是零 you may say pastor but I have no spiritual gift I cannot do it whika that spiritual gift is zero 那是属灵 没有恩字的 you may say pastor 她信住都不是很愛,她真的下半生都是揹著藥包過世,她可以有本事在香港走一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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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一次,一年可能有幾次, 然後又上十次車,排醫生一個禮拜三、四次,她家裡的梳妝台和化妝品完全都是藥中,所以她真的很辛苦,有很多東西她可以吃, 然後她時時都祈禱,希望神接她走,有一次廣床到電話和她聊了一個小時,她忽然跟我說一件事,我就整晚都睡著,她說她一天又是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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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她真的步步圍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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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瘋�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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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在街上有一個小女孩,有五至六歲 沒有人理她 她穿衣服不是很精緻的 她就站在麥當勞門口看著人吃船條 這個小女孩看著人吃麥當勞 她又停下來看這個小女孩 這個小女孩坐著看著小女孩 好像爸爸媽媽不在她身邊 她就說,小女孩,你爸爸媽媽呢? 這個小女孩也沒有戒心 看她的婆婆在那裡,跟她聊天 她就說,我爸爸不知道是誰 她說,我媽媽正在上班 她就在一個餐館洗碗 她在餐館很多人水趕了我出來 她說,你的哥哥姐姐呢? 她說,我沒有哥哥,但有個姐姐在大陸 她說,我沒有哥哥,但她有個姐姐在大陸 她說,我沒有錢去讀書 but she said I don't have any money to go to school and she said do you not worry that you'll get lost she said I've been doing this the whole year 365 days just watching people eating at McDonald's so this lady took the little girl to McDonald's and bought her some fries and the little girl is so happy she said I've not had this for a long time and I told you mom doesn't buy this for you and she said she doesn't have money to buy and she said she doesn't have money to buy and your mom is when she has a day off maybe she can take you over here and she said my mom works 7 days a week 12 hours a day and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in like a cubicle those cubicles are really small and in a couple months her sister will be joining that family and how old is your sister she's nine years old and she's enjoying the fries as she talked and the sister is starting tearing up and she's a young little girl this young little girl mom's working very hard and she's just neglected and she can't be just left alone in her little cubicle and she can't be just left alone in her little cubicle and only six years old not going to school and nobody can take her to school and just watching people eating fries and she wants them 坐在那裡看著她這樣吃 結果她只剩下一半不吃我 那為什麼你不吃完它呢 她很天真 嘗嘗嘗 她笑了 剩下一點 我要拿給她媽吃 好乖的女孩 不經不覺 認識了她兩個月 她姐姐來 帶她去認識 McDonald's 每天都認識了她媽媽 她媽媽找到她 她自己是病人的女孩 她的女孩她是病人的女孩 帶她的女孩去祝福 她帶她去祝福耶穌 她成為信仰 我受了信仰的心裡很難過 因為這個世界仍然有這種人 有這麼多人 昨天早上跟一位長老吃早餐 昨天我和一位長老吃早餐 也說到尼博爾 我們談到尼博爾 有很多百姓仍然流離失數 他們沒有接小學三年級的程度 很多人都沒有教育 過三年級的程度 這個尺貧 不是一個歷史 而是在我們眼前 在我們身邊走 這個尺貧 這個尺貧 不是一個歷史 而是在我們眼前 這個尺貧 不是一個歷史 而是在我們眼前 在我們身邊走 不是一個十分 我們說是在我們身邊走 這個尺貧 是一位長老脈 每次八月六十五分 一間餐廳不高 六塊 是在我們身邊走 全身邊 是一手毛 是哪裏的 因為他們需要 他們需要很多衣 我們有很多東西 全員 很久使我們旁街 求主帮助我们 神的国将开欢迎的神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论断人 我们有没有求神明明这个晚港体见 我们相信神似我们一切的八福 一个病人八十岁 她看着这两个小孩 好像当自己是孙女 她说梁慧斯 我很开心 神要我走 我可以随时走 我可以牵挂 但神留下我照顾这两个小孩 她多开心 但我感谢神给我们这机会 帮助我们 真是让我们躺开心 来对我们接更多有需要的力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开心 让我们会愿意帮助 帮助别人 昨晚也在报道会里听到有人说 有位姐妹 她今年打算帮助乡下的学校教弟弟读书 她想帮助乡下的学校 因为她的小孩很多父母 出了醒 上班 留下在乡下和阿姨一起住 因为这位有开心的姐妹 她要打算筹募捐款和筹募 香港很多的老师去教课其时的教课 她的目标是派一千间的小孩 她的目标是派一千间的小孩 她的目标是帮助一千间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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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天 神给我们很多这些圣语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投影片也是 有些是妓女重生 有一个是罪酒差点死了 有一个是吸毒的 因为上属 她成为基督徒 我们不一定需要去到大陆的 我们身边就有这些人 有些人像这样的以处理 有些人像这样的困难 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 有些人像这样的小孩 他们也都在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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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失所很舒服 我们实在是很舒服 我们实在是在生活的地方 祈祷,托主,好嗎? Can we at least pray for them? 我們一起祈祷 Let's pray 天父多謝你給我們有登山寶墳